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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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第二次 慢慢的向下 颤掌 膝盖弯 腰弯 我们有一句话 寒从足底起 也就是说 你经常会觉得腿冷 脚趾头冰冰凉凉的 这些都是表示你的气血循环不好 那自然而然 你就会觉得 哎哟 身体冷冷的 明明外面阳光普照 但是我的手脚都是冰冷的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简单的一个功法 帮助你全身的气血循环 你们可以看到教练这个动作 我们慢慢的从下往上 把这个是阳气慢慢的向上伸 整个人向上做了一个伸展 之后慢慢的颤掌从身体的两侧落下 其实这个动作也是画了一个大圆 你可以看 从前方起 慢慢的起 手从两侧画一个圆 这个圆很大哦 为什么 因为膝盖要弯 腰同时要弯 慢慢的练 你会发现到 教练 我的背好像有一点点酸 膝盖有一点点不舒服 怎么办 怎么办 不要急 这个是标准动作 但是我们同学 你在练功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膝盖不舒服 或者是腰不舒服 往下弯 你会有一点想要跌倒的感觉 那记得你的这个幅度就不要太大 以放松为原则 因为只有放松 不紧张 你才能够像力群教练一样笑得这么的开心 那这个练功对你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好 我们继续练 你会发现到 哇 教练 你这个背 从侧边看 这个背拱起来 我在什么地方练好啊 在什么地方练 什么时间练好啊 好 各位同学 如果呢 你到了户外 像这个最近 这个阳光越来越多 我们感觉到到了户外的时候 其实呢 你就透过这个功法 但是记得哦 不要在中午12点 这个大太阳在头顶的时候 不管是早上也好 这个下午也好 太阳是斜着嘛 对不对 太阳是从同边起 西边落 好 所以呢 这个太阳呢 好 会有一个角度的时候 好 你就把你的背 好 像现在看到力群教练的背部 好 整个是拱起来 你的背就向着这个太阳 好 让太阳呢 晒一晒你的后背 好 起来 好 这个呢 可以更加快速的 好 在户外 透过晒太阳的方式 可以补养你身体的阳气 那很快的 你的手脚冰冷的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哦 好 我们这个功法 最后结束一次 你就不需要再蹲膝盖 手就落下 颤掌停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整个大的身体 哇 从上到下 有手有脚 四肢都活动到 还有腰身体都活动到 好的循环颤掌法 希望呢 你会喜欢 那么 投资 找理财周刊 健康 欢迎找百雁七公 我是立群嘉练 我们下次见 拜拜